2010年4月29日 武警交通第八支队的一批新兵 从新疆夜城出发 赶往新藏公路西藏段的每一个养护员 从此开始他们在漫漫新藏线上护露兵的生活 而第一次走上高原的新兵们 将有着怎样的独特感受 我们军事纪事栏目的记者 记录下了这些年轻士兵们的新藏线之旅 按照计划 第一天他们将翻阅三座高山打板 打板在维宇里就是山口的意思 三十辆上勤车队在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 进入了无人区地带 就在刚刚翻阅了第一座海拔3900米的库地打板后 五号车上的新兵郭大川突然出现了高原反应 这突然出现的小症状着实让这名初次上高原的新兵 感受到了高原环境的不可预测 在军衣和战友的帮助下 新兵郭大川很快得到缓解并继续赶布 然而接下来要翻阅的麻扎打板 是一座海拔5300米的冰山打板 那里被视为生命的禁区 曾让很多来到高原的人望而却步 那么已经开始出现高原反应的官兵们 还能否顺利闯过这座打板呢 即将展示在他们面前的 又会是一条什么样的艰难险途呢 在高原 海拔每升高1000米 空气中水分含量就减少10% 从海拔3900米的打板 跨越到海拔5300米 氧气含量已经不足40% 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禁区 随着海拔不断升高 麻扎打板的缺氧环境 还是让官兵们吃了不少苦头 大家已经明显不如从夜城出发时 看起来有精神了 而此时往麻扎打板前进的路 更是颠簸不堪 对战士们体力消耗非常大 马扎打板是新藏公路上最陡的一座打板 麻扎打板是新藏公路上最陡的一座打板 由于这段路是在山崖边开设的 丸岛多公路几乎处于垂直盘升 车腿在悬崖边的盘山路上慢慢行驶着 就像一片片摇摇欲坠的风中树叶一样 被吹得左右摇摆 由于吐露的缘故 漫天灰尘直观车内 战士们只好用纸巾捂着鼻子呼吸 而闷热的车厢内空气越来越浑透 许多有经验的老兵也开始出现高原反应现象 随着海拔不断升高 不但氧气含量逐渐减少 就连天气也变换模式 道路两边可以看到厚厚的积雪 原本砂石和泥土混合的路面 也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 在车队行驶过后变得有些泥泞 透过车窗很明显地看到 雪花纷纷落在玻璃上 远处的山卵间被厚厚的雾气笼罩着 这些景象提示我们 这里的海拔已经到了四千米以上 海拔还在继续升高 除了高原反应带来身体上的折磨 更让老兵们担心的还有气温的突然变化 可能引起的感冒 在高原就连看似简单的感冒都不能忽视 因为感冒很容易引发肺水肿和脑水肿 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面对麻扎打板上恶劣的环境 新兵们又该怎样的面对呢 我们适应起来会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第一次上 没有这些经验吧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 我什么都不去想 就是只管一点 就是我们要有自己最开心 最乐观的心意上 上就行 我怎么样 只要一个字上 虽然前方的路会更加艰险 但罗蒙的话 却让所有的新战友都振奋起来 最终大家成功翻越了麻扎打板 经过1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 车队终于在晚上12点 到达了第一个住宿点 30里营房兵站 官兵们将在这里进行休息 然而就在官兵们下车集合时 一直在我们摄像机镜头前 表现得很勇敢的罗蒙 却出现了呕吐 这时战友们才知道 一路上他早就出现了 高原反应症状 为了不耽误战友的行军 他一直在强忍着痛苦 和罗蒙一样 其他的官兵 也在到达了30里营房兵站后 才来到卫生队接受治疗 为了确保官兵们的健康 等官兵们都入睡后 军医们还要给在路途中 出现过高原反应的官兵 再次检查 第二天一大早 出发前 官兵们都吃好了冤车药 做好充足的准备 由于第一天行程中 新兵罗蒙在到达兵战时 出现了高原反应 这天出发前 我们记者也特别担心他 其实根据规定 要是新兵在路途中 出现严重高原反应 就可以留在冰站休息 等到身体恢复 再转移到低海拔地区工作 此时 罗蒙的身体状况 看起来依然特别虚弱 但是这些疼痛 丝毫没有减少 他要坚持上高原的决心 咱们今天就是出发世界有点晚 因为咱们今天就是路程比较近 120公里 计划就是利用四个小时 赶到洪流汤 初上高原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体力 一般情况下 就算顺利到达高原 也要休息一个月才能适应 但是这一次 这些新兵要在三天内赶到公路养护点 每天在高原赶路 对身体无疑是一种考验 而一旦在这里移路 是件让人恐惧的事情 据说在这个路段上 时常会出现狼群 经过三个小时的行军 车队停下来进行短暂的停轮 正好是午餐时间 早已准备好的八宝粥 面包和火腿肠 是每辆车的果实保障 一直处于晕车状态的战士们 此时有了精神 坐在车队旁欣赏高原的景色 四周雄伟的昆仑山 让战士们的心里有了许多的感触 很漂亮 这个利平天山亮战昆仑 觉得这个特别的漂亮 同时呢 也觉得他们非常有创意 这边光秃了 就是只剩石头了 他们能用石头摆出一个字 真的看得很漂亮 很壮观 右面一侧的山腰上 写着利平天山亮剑昆仑八个打字 是曾经在这条路上修路的战士们 用石头砌整的 这里的一切 让新兵们不仅感受到了 金藏县的艰辛 也让大家感受到了 西部高原军人的豪迈情怀 而正是这样的军人豪迈 支撑着一代代军人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扎根奉献 下午16时 车队到达了大洪流滩兵站 从这里到西藏巴黎 将会有更艰险的路途 所以在新藏公路上行军 洪流滩是必须要停留修整的一个地方 这里海拔4200米 由于四面环山 空气不流通 含氧量不足30% 很多人会在这里发生高原反应 现在怎么样 现在整体好多了 好多了 吃药没有 吃 没感觉到头红脑胀吗 没有 黑也不香 不香 那你试着还可以 从明天开始 虽然罗蒙在摄像机面前 依然很坚强的说没事 但是从他的脸上 已经很明显的看出 他的身体很虚弱 与此同时 其他一些官兵也出现了高原反应 一直担负着车队人员安全的 支队政委张智双 一路上也在承受着高原反应的折磨 为了减轻官兵们的心理压力 他一直表现得很轻松 直到忍受不了时 他才偷偷地回到房间 吸上一口氧气 第三天凌晨五点 天还没亮 车队就要赶路了 今天车队就要进入西藏阿里地区 行程五百一十公里 在夜色中赶路 这条路就显得更为危险 车队行走过后 尘土覆盖着整条路面 能见度很低 从洪流潭向前不久 就是一段非常难走的路段 天水海 虽然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但却是一段让人苦不堪言的道路 由于这里常年出现洞土 翻江 杀害 建车等世界级的公路并海 堪称心脏公路上的拦路湖 因此 这里是心脏公路上最为脆弱的路段 每年的通车时间不足三个月 从这里看去 道路两边冻结成冰的湖面 早已把公路的路基冲毁 被冲毁的路面 如果不注意 就容易造成车辆滩陷 在狭窄的路面上 一旦有车辆发生塌陷 就会影响整个车队的行进 它这个潜水海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 提提提指挥挡 下来就会亲自指挥挡 一辆一辆车通过 虽然行军中担任救护用的 小型车的后轮陷进沙坑里了 但在官兵们及时抢救下 终于把车子救出来了 最后车队还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一路段 然而紧接着就是到达了被称为死人沟的地段 这里是喀拉昆仑山腹地 每年都有在这里冻死 患高原病死亡 及翻车死亡的人 是一个吞没了无数过往行人生命的地方 常年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们 也是谈死人沟而色变 那么官兵们又能不能顺利通过这个地段 虽然一路上指挥员在这一路段指挥车辆极为小心 但是高原环境的恶劣 还是让指挥员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一名战士突然出现的情况 让指挥员们极为紧张 当新兵高翔被送上救护车时 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 高原反应带来的病痛 已经让他无法回答医护人员的提问 在小小救护车的空间里 医护人员在对他进行抢救的同时 不停地和他说话 避免他陷入昏迷 因为一旦陷入昏迷 人就会很快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此时车队马上要翻越新藏公路上 海拔最高的一座山 戒山 戒山海拔六千七百米 被称之为世界乌鸡的乌鸡 含氧量不足内地的百分之三十 在这离天最近的地方 狂风裹挟着大片的雪花 一直在飞沃 此时即将翻越戒山打板 戒山打板路段特殊的地质结构 和复杂的气候条件 被专家称为世界公路病害百科全数 经过医护人员的及时质量 高翔的病情稍微稳定下来 一直在指挥车辆行军的指挥员 在指挥车辆经过戒山打板时 却始终牵挂着高翔的病情 在医护人员的正确处置和战友们的鼓励下 高翔一直在和严重的高原反应进行着斗争 最终车队顺利通过了戒山打板 而越过戒山打板后 就进入到了八支队的养护路段 下山不久就到了八支队的第一个公路养护点 多马乡 而新兵罗蒙所在的五号车 就是在这里工作的官兵 多马乡是新藏公路上的第一个养护点 五号车的官兵 就是从戒山打板开始的一百公里养护路段 这一路段海拔最高 条件最坚固 到达多马乡后 出现严重高原反应的新兵高翔 在医护人员的治疗后明显好转 同样有高原反应症状的罗蒙 此时却精神抖擞 一晚热腾腾迎接新兵的面条 让大家顿时感觉消除了很多疲惫 也让新兵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刚吃完午饭 罗蒙和战友们就开始忙碌起来 刚来的新兵们得到了老班长的照顾 即使这里住宿条件十分简单 但在罗蒙心里却感到十分满足 接下来他们将在这里 开始他们对新藏线的道路养护任务 而保持国家大动脉的畅通 促进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使这些年轻士兵顶风雨 战严寒 冒着生命危险 走上高原的精神动力 在这个新兵的心里 高原就是他要耕耘的地方 虽然此时多马乡的环境十分简陋 但是在他的眼里 也许早已有了未来的模样 这也是武警交通八支队官兵们 用自己的青春 为高原奉献的蓝图 怎么坚持下去呢 嗯 这我每次就 都是告诉自己 一个心态最重要 只要自己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那就好了 全是多笑一点 何事都没有 明天起 车队在这剩余的官兵们继续情形 车队将在宗教圣地神山圣湖边经过 官兵们将领阅怎样的美丽传说 诸首在世界海拔最高的鸟岛边的战士们 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天上的国道 第三期 从新疆南部到西藏的阿里高原 有一条平均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天上公路 在这条蜿蜒身向天际的心脏线上 武警交通部队的官兵们 用青吞和热血 默默守护着祖国西部 这条全长 2143公里的交通大动漫 2010年初春季节 军事纪时记者 跟随武警交通部队一批新兵 踏上了漫漫心脏线 去探访武警交通部队 显为人知的戍边故事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天上的国道 第三集